你看这是个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无土栽培的一个番茄 现在开始靶秧了 我拿了两颗 看一下它的根系 很多人对这个无土栽培啊 有时候感觉比较陌生啊 或者是无土栽培和土壤栽培 到底两个的差别啊 区别在什么地方 有时候你直接说 可能大家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啊 所以说我专门就把这两颗拿出来 然后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两颗它是跟那已经缠在一起了 像这种根的话 上面长到很多的根毛 这些根毛呢就是吸收养分水分的 你看这根毛多少 这就是无土栽培的魅力 根好 你根好以后你这个产量啊 长势啊才能好啊 基本上就这样了 带不开了啊 我们看通过根系 我们又可以想一想到这个番茄啊 这个番茄是从10月18号开始定值的 然后呢是上个礼拜 开始就是拔秧 拔秧以后 然后拿出来以后让大家看的 所以整个生育期呢是在六到七个月时间 六到七个月时间整个根系 你看啊 你是看不到什么黑根了或者黄根了 到现在还是白根 全是白根 所以它跟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 生命力旺盛 以后呢 它们它首先后期的不找出来 然后呢 你如果不考虑这个温度的问题 方向下 那么你这个番茄 你种上八个月十个月 你接到十岁过 十二岁过 或者十五岁过 然后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接的岁越多的话 那么产量不就越高了吗 你像这个 这个我们是接到九岁过的时候 因为温度起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让它停了 好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持续的再长 谢谢大家